欢迎视频放弃类最全能的飞行生物 阿克林巨鹰 巨鹰飞物部比较广 地图上半部分几乎都能见到 巨鹰的生物权限非常的低 偷数生物都会主动攻击巨鹰 达到男具霸王龙小到巨蟹箭子虎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巨鹰是非常厉害的角色 我也不知道为啥在放弃类会被射击人这么弱 野生的阿克林巨鹰会被地上的尸体所吸引 真的比较符合现实中的巨鹰 野生的巨鹰移速并不是很快 周围的地形平坦且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封针 虽然是眩晕快满时它会直接飞走 也可以使用一些困隆防 当然也有非常简易的脑鹰困隆防教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巨鹰阿克林巨鹰的方法也有两种 一种是打晕直接喂食物 而另一种就是大家所常听见的秒驯 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秒驯 这属于官方的一直没有修复的小侠吃吧 当我们使用这种比较矮的困隐防时 在巨鹰快晕逃跑的时候 给它卓下放一个尸体 趁巨鹰吃掉尸体回血buff撞在下的时候 舌晕它 舌晕后你会发现神奇的一幕 它的舌晕已经掉了一大半 或者已经空了 这个小瑕疵就连官方服务器里都可以使用 打晕了巨鹰吃这些食物 I62级学习制作 无需铁江台 阿克林巨鹰的走剑 蹲蛟攻击 将来在地面使用走剑造成伤害 并对中小型生物造成击退效果 我平常就喜欢落在地上 来击吃下一些中大型底型的生物 在空中使用走剑就是蹲双脚 同样造成攻击并附带击退效果 但你会发现被击退总是我们自己 看了这个憨憨了没有 挨打的都不吓得 阿克林巨鹰的射剑 动作和左剑一样 但作用是可将小型生物掉在嘴里 喂 为啥又是我呢 掉嘴里后可以配合左剑进行击杀 阿克林巨鹰的右剑 动作和左剑一样 功能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就是可以用一只脚抓起各种种小型生物 也可以把这些生物直接抓到困龙房里 当然也可以直接抓人类 没事的时候可以将部落的小伙伴抓起来 被部落小伙伴抓住了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开老鱼的背包 然后把I给卸下来 你小伙伴大哥已经 居然还可以射箱与右键共同使用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 嘴里一只鸭 脚下一只挖 甚至还可以在头顶一只鸟哈 甚至还可以 小朋友 你是否越好多 我好 小朋友 你是否越好多 我好 阿克林巨鹰还有一个被动技能 就是头部会冒出圆了色的光 对咯 巨鹰在吃掉一个尸体后可以获得一个快速战胜的棒 加快食物下速度来来自身进行快速治疗 这就可以让巨鹰在激烈战斗时更加的持久 阿克林巨鹰不管是特色多 它的属性在前中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巨鹰高 负重高 耐力高 攻击也不算低 利用巨鹰的左键击退效果再配合它的快速战胜棒 击杀 巨鹰迅猛龙或者是等级低的巨鹰牛龙都不成问题 缺点呢就是移速有点慢 巨鹰不仅是负重高 在给它装上安以后背包还是一个铁降台 在它的背包可以制作一些铁降台才能制作的东西 但只能制作不能修理 阿克林巨鹰在天国中飞翔睡得很霸气 但在地上走起来 怎么怎么想走地鸡呢 当玩家们有了巨鹰这样的飞行生物 就不用担心陆地生物的威胁了 还记得当初欺负你们的迅哥吗 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扔进海里 喂鲨鱼或者是直接杀掉 还记得当初欺负你的牛龙吗 不要赏 直接好他们干 还记得你看见霸王罗罗荒而逃的样子吗 不要怕 上去捎一包就走 哎呦 我丢 怎么要射击这个家伙 压死啦 射击龙打人啦 是很惨起来的 还记得了是有什么事 因为这个家伙子 是因为你终于踩在那旧 今天是想把他拿走 这里还能真的干净 所以说把你投放过来 就是阶段是然后 把他的船楼下大帐 是什么朋友 但是我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